終於又上回來了 上次路邊經過這輛雙門坦克 我們就沒什麼時間走 現在就走過來看看 如果只看這些位置 就像泥頭車一樣 重型金屬 不過它盛在有些避震 這個位置是修補過的 只是修補那些材料都有一串 當時美國生產了很多部 聽說是五萬幾部 給了不同的國家使用 包括也有給俄羅斯 即是蘇聯 也有給其他盟軍 但是因為它的槍炮實在不夠強 對付德軍的時候 很多時候炮彈打不穿德軍的裝甲 變成要幾輛這些雙門坦克去圍攻 圍攻一輛重型的德軍坦克 可能要犧牲四輛這些坦克才可以 對論一個德國 德國那時候最有名的當然是Tiger坦克 Tiger坦克 現在世界上只剩下兩輛可以走的 有Porsche 寶時捷跟另一間公司 共同投標 看看哪一個設計得好 好像最後應該是Porsche贏了 這裏上高就吊著直升機 看上去很細格 好像很細格 看一看歷史 原來是加拿大製造的 是Sherman坦克 M4A1的Sherman坦克 改了名字 但這個原來是加拿大生產的 因為當時打仗實在太激烈了 所有生產都要盡快 加拿大美國授權 將圖織所有設計都交給其他盟軍 誰可以做得到的就盡快做 去製造這些坦克出來 後期有一款 將炮改良了 那一格就更厲害 這格的優勢就是走得快 就是這麼多 就是走得快 這次真的走進去 然後我們進來 然後進來 就洗手機 接著 進來就有 要設定一個聯絡電話 地上有一個線 我們沿著走 走進去 進來其實平時也不多人 可以隨便參觀 這些是拆彈的機械人 這些是拆彈的機械人 進來後一陣氣味就比較感覺是一些機油 因為它很多時候都要繼續保養那些器材 可以看嗎 這條片是會長的 你們喜歡看的就看 不看的就轉台 我也是記錄一下這個 因為已經開了一段時間很多年 我不知道人家會不會封閉 或者遲些改建 這條片是記錄著整個 廟室在這段時間的狀況 有些什麼看 你看看 有沒有枝AK47 給大家看看 真正的AK47是怎樣 你看看 可能有吧 這麼出名的 有 這些叫做 德國槍 德國而已 又不是AK47那隻 MP44 在這裏做的員工 大部分都是那些退休 一個義務工作者 做著一些維修、清潔的工作 去維持這間 因為其實一個加拿大的軍隊 應該是有這樣的Museum 去記錄的 不可以 無聲無聲地 在社會裏面 被隱藏的 我們繼續看看 一些不同的槍械 地上放的那些 都是一些重型的 手時的LPG 發射器 我還未看到 AK47的 我要買一支 找到了 這支就是AK47 都很細緻 比我想像中小的 那麼多 在這個越戰 越戰的時候 和美軍 對手最多 就是AK47 和美軍用的 M16 這支槍其實有很多塑膠材料 而且機件裏面 比較精密 所以一定要保持 不可以被沙進去 要保存的時候 保存得好 當你遇到敵人的時候 可以突然間 拿起槍 是可以發射的 AK47的好處是 它很粗製 濫造 很多國家都會有生產 而且 即使它在沙堆 幾個月 或是浸在水中幾個月 它轉頭拿出來 一樣是可以開槍的 所以它的保養 很簡單 好 我們繼續逛逛 這支哈利 如果你有這樣的 拿出來 拿回來 很型 這支 就是水陸兩用 水陸兩用 器材開 有斜錄 可以滴下水 也有滴 後期很多這些就改為觀光船 即是未掛到的 但現在拿馬這些全部都有 幾十年歷史 其實我應該用廣角鏡來拍 每一輛車都有它的歷史 其實我應該用廣角鏡來拍 但如果廣角鏡 你就會在右下角看見我Gimbo的馬達 那一塊東西 不要理會了 我現在開了廣角鏡 因為這次廣角的密閉環境 開了廣角鏡 就比較看得多些東西 但就會看到我右下角的馬達 Gimbo的馬達 很安靜 其實平時沒有什麼人 這些就在緊急情況 即是行軍遣醬的時候 他們吃些什麼 有糖 有羊肉加菜 有美綠 那些醬汁就在牙膏桶裡面 這些就是行軍用的食物 我們繼續繞過這邊 最主要是分到兩邊 左右 左右 右翼 總之 北翼 不知道北翼還是南翼 那邊就是軍用的衣服 那邊是兩邊 這個 Tri-Visip 這是一個流動的廚房 一邊行軍一邊煮飯 真是火頭大將軍 然後進來這邊 有一個消防車 這些都是不可以爬上去的 大家在地面拍照 無所謂 這個很重型 這是什麼 這部應該 幾個大棵 這個炮 封了 我們看看一些鋼水 前面的鋼水 這裡是這麼厚 這裡大概兩寸 大概兩寸 它加上它有一個斜面 所以如果炮彈要打過去的時候 因為它是橫切面 所以很容易將炮彈彈去第二個方向 而且這個斜面 其實它的厚度就變成模型中厚了 因為它是斜的 就像我們切香腸 切東西都斜切 這個很完整 我嘗試找一下 那些 介紹牌是什麼車 後面都掉了很多後備零件 隨時斷了 斷了那條理帶 可以即時維修 但所謂即時維修都很金 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我看不到有介紹牌 不過 遲些再找吧 不要緊 後面這個是運冰車 在哪裏出入呢 前面要爬到頂上 通常裝甲運冰車就是在後面出入 這個是空軍的 空軍的什麼車 即場的維修車 我跟媽媽來看 她兩下就沒有興趣了 她就走出去坐在車上 這裡有什麼看 哦 應該是流動牙醫來的 才是牙醫診所多 流動牙醫 本身也是一間 要走走得方便 四區 有爬山功能的才行 好了 走過來 這些是雪地作戰的 T55 逢侵T是蘇聯的 T什麼T什麼 哎呀 蘇聯被人劏開了 她解剖了這部車 就有了 看到所有的機件結構 啤零 裡面的裏 如果是坐的時候 就有裡面這個空間 都很 很黑 手肘 我看到手肘 如果大隻一點 手肘會撞到一些機器 所以 以前那些 控制坦克 那對Crew 就不是很大隻 那些身形 上高有個頂 她伸了頭 人就踩下 看見有兩條 像Joystick 那樣的東西 控制左右的理帶 的運轉 看到橫切面的金屬 多厚 割了出來 後面是引擎 後面是引擎 紅色邊 看到炮塔的 鋼板口 那樣的 割了蘇聯 T55 又不割了美軍 走到這邊 其實一部這些坦克車 通常都藏有四個人 指揮官 通訊員 裝炮彈的人 有一個人只是裝炮彈 以及駕駛員 有時先進一點 減到三個人 這架 沒有裝甲的能力 看見鐵皮 是比較薄的 哪邊是車頭呢 那 不要說是充滿 也是非常簡陋 又走過來 鋼板 那裏是一片 鋼板很厚 但是不要說鋼板很厚 其實鋼板很粗 很粗糙的,像石頭的模型狀很粗糙 所以打仗的東西未必是要滑滑滑滑,噴得很漂亮 總之夠硬,頂得兩嘴就出去了 這個自走炮 隔壁是小口徑的,有些裝甲打不穿 這些是大口徑的 隔壁的,鱷子炮的功能已經取消了 以防萬一被人偷了這些車去 做壞事 大家有興趣就看看,我只會一直拍攝 整個餐廳裏面有些東西看 很帥,像Rambo一樣 站上高 沒辦法,走走走走 有些鏡頭大小姐也不知道在哪裏捐出來 我又走到去拍攝 我又不知我講到哪裏 大致呢,我想跟大家說 現在以前的戰爭是殘落很多的 你很槍林彈雨 你很多時候會直接看見對方被你的子彈擊殺 又或者你身邊的朋友 甚至你自己受到傷害或者死亡 那現在的戰爭,隔著幾千里 按個按鈕,你見不到對方死亡 只是知道擊中目標 戰爭永遠都是殘酷的 回想回到我們當時的加拿大軍隊 其實很多人在一個憂災猶災的世界裡生活 戰爭從來都沒有去到我們的本土 但是當要徵兵 要去服兵役 或者去參軍的時候 你要離開自己家 飄洋過海去到另一個國家 為和平戰鬥 到最後甚至付出生命 所以我覺得加拿大的軍隊是很偉大 他們當時,你可以說他們是一個少爺兵 他們沒有什麼經驗 但是他們有他的信念 香港赤柱也有很多 墓地是紀念加拿大犧牲的軍人 在今時今日 有很多國家的子弟兵 還能不能夠做得到 為了世界的和平 為了國家的理念 出去戰鬥呢? 這裡看到的東西就是 進入門口後 右邊的空間看到的 我將會過去左邊的空間 我將會過去左邊的空間 進入門口後 我再向這個方向看 這邊主要是空軍 還有一些軍服的展示 我們慢慢走 這裡有犧牲了的軍人 其實全部都看見很年輕 全部都很年輕 我已經看到了 我知道好像Pickering那邊 有另一個軍事博物館 我自己都沒有去過 聽網友說 因為這個近我另一間屋經常經過 所以才走進來看 我發現原來不用錢 而且擺設都可以 海軍用的東西 我拍這段影片是為了記錄著這個Museum 在這段期間可以看到的擺設 如果網友看了覺得已經可以了 那你就不要來了 我不想突然間每天有幾十個中國人 在這裡出現 在Pandemic期間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大家只是來看我的影片就可以了 到將來疫情過去的時候 你抽一個週末 先調查一下 我也不知道星期六日會不會開 檢查一下時間 哪天開放 過來逛逛 都是一件好的節目 我今天來到就一個人都沒有 這部比較小型的噴射機 好像外面也有一部 外面也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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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疑的駕駛艙 駕駛艙隔壁有個 會堂 祈禱 暫時來說 是不給它們去 沉出鏡球影 只能看PPT 這些是加拿大空軍 它應該是一架訓練機 因為你作為一個新的成員 一下子就獨立飛行就很危險 所以很多時候起有些機種 會改成訓練機 分前後座或左右座 這裏的資料要給點時間用眼看字 剛才旁邊有很多大型的重型機器 你可能看看就可以打卡拍照 空軍用的頭盔各個款式 如果大家真的路經來到 我知道是關門關門的 如果中國人來到 我們不妨做些少許捐款 因為它沒有收費 作些少許心意 這裏西人都會看到 我們華人上來 都是尊重和鼓勵 這個博物館繼續去經營 希望大家做得到 多多益善少許無拘 我所知全部工作人員都是義工 退休的 我曾經說過 因為我本來住在附近 我打算退休 就是在這裏拿一個義工職位 可能擦一下地面 打理一下機件 剛才看到坦克車 很多都會滴一些機油出來 在地面會用一些盤子裝著 都是一些服務的方法 甚至是維修、保養 它久不久會有一些 其他展品 即是一個蘭坦克 運到來 在這裏重新把它翻身 上顏色 讓它可以做到一個展品的狀態 我覺得這些都適合我 但是很不幸 當我退休的時候 我又搬離開了這個攤 所以未能夠做到這個義工的服務 大家出門口的時候 來到這裏有一個捐款箱 大家就盡一盡自己的能力 謝謝 好 門口這裏還有一些軍事章 校長 可能是校長 他們的照片在這裏 屎頭婆 好 Q仔就在這裏走來走去 我過來看看這一輛 重型坦克有什麼介紹 其實沿著這裏的區域的街道 每一段期間 他會放棍車 都有一個牌給大家看解釋 不一定只是圍著 這個是德軍 很有型 這個角度 其實駕駛員 只是憑著這三個小窗仔 加上一些鏡子的反光 顯示出來 他前面看到些什麼 或者是上高的 commander 就告訴他 轉左轉右 直行加油 這樣 估計這個倉口 應該是送些炮彈進去的 嗯 好 我們沿途看看 有沒有其他戰車 可以看看 因為他有些放在路邊 你圍著這個區域的時候 你久不久會見到 一格半格的路邊 你又下車可以打卡拍照 但這個圍著有少許住宅 建築物的 建築物的 變成你就可以 就比較密集些 那些車都放在一堆 這個是英軍的 很多款這些坦克 都有改進版的 炮口很明顯 小過剛才那一格 這個應該 看起來像是80鴻米 好 要打卡的朋友 就 可以在外面這些地方 如果你不想參觀 這一個博物館 外面這些地方 沒有問題 多少人都可以 但一旦要入住 我先說 告訴大家 最好 這個時候 或者你過一段時間才來 不要我一介紹完便來 好 好像我上了一段影片 不久 我才上來 我今天又上來 我上來做什麼呢 其實我上來 換一部洗衣機 乾衣機 我家裡拿了一部乾衣機 這次跟租客交換 拿回那部壞了的 就是Samsung 這部Samsung 我回去再研究一下 我已經看了一些影片 是怎樣維修 好 希望是這個問題 好 我們現在應該是回到 去 去去